所有颗粒度精细化的每一步的过程控制成果它才能复制 为什么消费者要选择你家买不去别人家买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选择 它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最后你在博弈过程中能不能找到一个相互的平均点去做 人生就像转化率是个不断优化的过程 就看你优化的频率和优化的幅度 现场的朋友和远程通过直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永 这一年我主要的是帮各类公司去提高它整个的转化率 目前我已经服务过30个行业 我跟一般的咨询可能不一样 有的咨询公司可能会养一波人 然后去服务某一个行业一直去做 然后把规模尽可能做大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我一般就是每个行业只寻一家公司 然后就把服务好就行 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它可能最适合它的营销方式 也就那么一两种 然后你把这个方业已经给它做了以后 如果下一个公司你还去用同样的行业 还用这种方法给它做 它就会存在这种左右手博弈的过程 它就没法做了 这一年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问我 都说男爸做的行业 女爸叫做男 那不同的行业你怎么做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周期 可能也就做五六个行业 就差不多到顶了 它是你怎么去帮不同的行业 去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有两点是最重要的 第一点是你掌握了 做成这个事情最核心的方法论 也就是说你知道转化率提高 是由什么主要因素来引起的 然后去能够控制它 第二个就是你在执行的过程中 动作不要走行 我们大部分人死会死在第二点上 而不在第一点上面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 真正的不得风的墙 但是在你自行过程中 你就会动作走行或者叫乱搞 所以这两句话合成一句话叫 所有颗粒度精细化到 每一步的过程控制 成果它才能复制 我们来讲讲最有趣的部分 就是关于消费性的学的部分 为什么消费者要选择你家买 不去别人家买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心选择 是吧 但是你们内心的选择 你看是不是这些 就是因为销量或者因为品牌 或者评价的不错 和朋友的推荐 或者说他们家有优惠 但是你的理由无外乎就是这一种 所以你真正的 你想一想你作为消费者 你买东西需要这些理由 那么你卖东西的时候 为什么你作为品牌方 不给消费者这些理由 而让消费者去买呢 他们买就撞鬼了 因为他需要这些理由 来做正确的消费决策 所以它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最后你在博弈过程中 能不能找到一个相互的平衡点去做 这里面是由六个要素来控制的 这六个要素来自于 罗伯特孝季那本书叫《影响力》 所以演员中 这新的六个要素分别叫 互惠 承诺与兑现 新人状 创业好评 痛点失去和稀缺 今天时间是肯定来不及讲的 所以我只讲其中最难懂的一个要素 来帮助大家去理解 在商业上面做得更好 对 叫承诺与兑现 承诺式的我作为品牌方 对产品的某项功能 做出了一种保证 而兑现式的说 消费者使用这种产品的时候 实现了这种功能 但这问题就来了 你怎么在一个地方实现 承诺与兑现 特别是你不是线下的体验经济 你是线上的 它根本就没用过 你怎么让它相信 你说的话是对的 是真实有效的 对 我们拿一个减肥产品的广告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遇到这种问题 对 这个产品本身是 由中国科学家跟美国科学家 一起研发 经过了中国药品食品监论管理局的认证 和美国FDA的认证 它是真实有效的 然后呢 你做品牌方 你做了视频广告 你看看你相信哪一种 第一种广告是长这样的 就是 今来对比读 before after 60点前160斤 60点后140斤 变涉流过程 这种广告你会相信吗 大部分人对这种广告是不太相信的 所以这种广告是没什么效的 那你升级一下 你做一个Jeff的动图 就是 60点前160斤 然后50点前158斤 然后慢慢变涉的过程 是吧 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会选择说 可能不太相信 但是比第一种相对 好像有一定的可信了 但还是不相信 不相信第三种广告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一个过程视频 就是60点前你往秤上一站 秤显示你有160斤 然后过了10天 再往秤上一站 秤显示你慢慢变瘦的过程 对 这是秤记录的这个过程 对 你觉得有一点可信 但还是不够 不够怎么办呢 第四种广告 叫措施加过程视频 你觉得减肥这个事情 我相信科学怎么办 我去了中国最好的医院 告诉你减肥这个事情 你去管住嘴卖开腿 是这个减肥产品 然后你发现 这个人确实 管住嘴卖开腿 也是这个减肥产品 慢慢变色的过程 你发现这时候 你觉得这个广告 有点可信的 也就是说 它符合你自然的正常认知 所以 承诺于兑现 它怎么去使用的呢 就是 上文你作为品牌方 做出了对产品 某个功效或特性的一种承诺 然后下文呢 做出了常理上认可的 实现承诺的保证措施 加成管理 常理上认可 如果你常理上不认可 它会觉得有问题 比如说你说不用动 随便吃 然后是这个减肥产品就能受 哪怕是真的能受 你也不相信 是因为它违背了你正常认知 然后再加成管理 你会觉得 好像有点点可信的 所以承诺于兑现 是为了让你产生轻度的信任 轻度的信任呢 还不够怎么办 所以六个要素 你看互惠是为了激发用户的兴趣 承诺于兑现 是产生轻度的信任 信任不够 用信任状的帮忙 就是信任转嫁 把你对信任状的这种信任 传递给产品和服务 然后用创业好评 从初级性能变重级性能 到高级性能 对高级性能以后 你还有很多原因 导致你不买这个产品 但主要原因是三种 第一种是没有购买力 这不是你的客户就不用聊 第二种就是 它需求被目明显 所以你要用痛点刺激 让它需求更明显 也有点痛苦 最后它不着急的话 你用稀缺能让它着急起来 最后立刻下滩 而本身 它分别对应了下滩三个阶段 第一个叫激发现局 第二个叫建立性能 第三个叫立刻下滩 它是一个完善的放无论 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叫人生就像转化率 是个不断优化的过程 就看你优化的频率 和优化的幅度